之前說過某些星韻的片頭會做一些比較有趣的分享 但是多謝忠實粉絲B小姐的建議 都覺得真的應該要保持一個consistency 所以今期全部的星韻都會用這個Winston Churchill的蜜頭 希望他下方的那個警示名言 可以令各位去反思一下怎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香港市民 一個公民 好了 免費二次是截止報名的 完了今期的這個星韻之後 我就會開始去抽籤 那就用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去幫大家算事業前程 那個人生的事業路是怎樣走呢 好 我想說如果今期是抽不到 不用灰心的 因為我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期的二簽 然後期期那個主題都不同 好了 經常都要強調是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因為我是不會和你心靈雞湯虛無飄渺的 所以我為什麼在年頭已經是成功預測了 四月的武漢肺炎會下降 是不是呢 我們曾經錄得單日是單日感染 單日一單感染或者是零感染 OK 還有看看 世界那麼多領導人我不說 我偏偏是說金正恩出事 那又中了 那我們不要回望過去 我們要尖望未來 那接下來 下節就快 在香港的恐怖時代 要怎樣去解救呢 亦都教過大家千八萬次 好 什麼叫下節 怎樣為之恐怖時代 自己去爬文 麻煩 那我今期是比較忙 因為很多客人的反應很踴躍 因為見到我這麼準 OK 不要經常說我自己賺自己 但是I deserve it OK 好 同時就是 因為接下來都會做二占 所以我今期的星雲 我就不會在頭六個星座裏面 做personalized的星盤分析 但是我會做一些general的星盤分析 就是在這裏給大家去看 好了 今期的新月 日月合發生在金牛座的三道 同時 上升是在巨蟹的 即是我們今期要全部都在月亮 因為月亮就是巨蟹的主星 OK 然後我們會看到一堆紅色的線 OK 它就是四分 即是形成九十度 就去到水平座的土星 但是我想說 雖然這個土星在一度 這個日月合在三度 即是欠兩度 我們是叫within op 即是都算 他們是叫形成九十度 雖然欠兩度 但是我想說 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就不用理這個東西了 為什麼呢 日月走得很快 我們是叫一個出上位 很快就會去四五六十度 然後這個土星 永遠都是留在一度 它不是好怎樣移動 OK 所以我們是不用理這個紅色線 但是我們反而要理些什麼呢 OK 這裡是看不到的 大家 是我們古典占星師先識的 fixed star 行星 行星銀行角行 是啦 As opposed to 我們平時說的金木水火土 planet 行星 如果要讀得誇張些 行星 行路角行 我現在是說行星 fixed star 原來這個金牛造的三度左右 有一顆叫charatin 這樣叫行星 它是包含了什麼意象呢 violence 暴力 Defeat 戰敗 意外 受傷 危險 和危險 牽涉在我們人生哪個範疇呢 十工 MC 原來我們的事業工作 職場 會有很多的煩惱 我覺得完全不驚訝 因為現在香港經濟低迷 隨時怕被裁 所以會有很多的troubles 很多的波濤洶湧 這個波濤洶湧是有double meaning的 我稍後再去解釋 會有很多的明爭暗鬥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但是其實真的不用那麼害怕 雖然我剛剛講了一堆很難聽的字眼 但是原來我們當克服這些難關 我們是可以得到honor 得到榮耀 即是在我們這個職場環境 如果我們是可以過五關站六將 也可以成功保住飯門 甚至是升職 好了 剛剛講的這些全部的波濤洶湧 牽涉什麼人物呢 第一 女人 第二 尤其是讓貌娟好的女人 第三 尤其是真是身材好 波濤洶湧的女人 記住 我不是success 我不是要便宜女性 但是這些是聲聲說的順值 所以今期很多的職場上的關係的鬥爭 是必定會牽涉到這些人物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克服所有難關 然後最後得到honor 好 最後也要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不希望自己做完的事是鬼打牆的 尤其是這陣子真的覺得很灰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那些正經的占星塔羅帖 是真的要大家去趨吉鼻孔 但是那個反應反而竟然更差 即是那些無聊的照片 那些這樣的東西 所以現在都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些反應 亦都是方便我去做一個統計 所以由今期開始 每一個初一post 每一個獨立的星座的初一post 你們的反應就會奠定了 你們在十五星運的有還是沒有 初八我會做一個截止去收集那個反應 這個反應的統計辦法 以及那個計分方法 其實你當作是一個計分仔 麻煩看看下面 這個post的文章文字的證文 我裏面就會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十五再見 好了 不是說言歸正傳 快點 事不宜事博入星座 每一個獨立的星座 究竟你們農曆四月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呢 終於來到八陽男八陽女了 無論你是上星或者太陽的八陽座 農曆四月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呢 嗯 嗯 最後到八陽 今期 最後出八陽 那 其實 都已經出了十一個星座 OK 我發現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因為 做的時候我都不發現 但是說一下說一下才發現 咦 原來今期好像差不多個個星座 都是一些人際關係的問題 是的 因為 有時候我以前會說一些 可能 財運 OK 或者是一些 健康 OK 甚至 很多年 不是說很多年之前 但是很久很久之前 甚至我會說 咦 這些人有一些 宗教運 或者一些 靈修的運 OK 我記得有一陣子 八陽 那個星座運勢 就是那個運程 是非常靚仔的 我曾經有一陣子 我是說過這些八陽 你們是可以 就是 進行一些宗教活動 那你們是可以 很多東西的 受到啟發 受到開悟 記不記得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但是其實我有印象 OK 因為我是出名既成號 因為我是上升級的 OK Anyway 那我就想說 你們都不例外 八陽 OK 你們這個農曆四月 都是一些人際關係裡面 會有一些小風波 那是什麼風波呢 你們想做第三者 對了 那麼 比較壞的話 就是護理精 那些小三 這些破壞別人戀情關係的第三者 OK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都是說你們想介入一些 別人已經建立得很穩妥的關係 例如什麼呢 我當朋友 那別人有一些朋友圈 別人已經很朋友了 你就是想插著腳 跟他們一起去圍圍圍 那別人可能會問你 OK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你什麼水啊 你做什麼啊 OK 所以我勸你們不要這麼懶惰 就走去 就好像跟別人去玩 OK 因為別人會不侵你玩 OK 你想回你們有沒有一些小朋友 那時候的經驗 是你們一看熱情 想捏過去別人那裡 但是別人那些 就是不侵你玩 所以 希望你們不要做這些自取其辱的事情 是的 那麼 第三者也是 如果你們想真的這麼壞的話 想在這個農曆四月去介入別人的戀情 都是會以失敗告終的 那我和你們說一下為什麼 在別人這些 我當他們叫A和B 你們是白羊 他們有A和B 一開始你會覺得 咦 A好像 在A那方面 好像可以有機可乘 可以乘虛二入 OK 因為你和A看起來都好像有一點點夾 OK 那你就想由他那方面的入手 去破壞他和A和B的關係 或者 即使不說破壞 都是想去滲入他們的關係 那裡 但是其實你知不知道B對A的影響是有多深 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尤其是 B是掌控了A的財政 或者是 如果我當他們是拍拖 老公老婆的 那B對A是掌控了財政 但是如果你說他們本身是朋友 那朋友怎會掌控朋友的財政 但是我當B原來是帶了很多利益 或者是介紹了更加多的朋友給A 所以A是不會離開B的 事情不像你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所以 在這個農曆四月 你們不要自己 怎麼說呢 拿苦泥身 不要自己 做這麼難看的事情 你們 如果自己去做這麼面懵的事情 你忍著最後給別人唱你 那當然尤其是A Boy會唱你們 OK 那自己倒閉吧 麻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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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